以赛亚书二章预言 在末后的日子 万国万民都必来习安敬拜 国度基业将在 11月5号到14号 举办十天九晚的 荣耀新人经典 走进以色列之旅 此次经典之旅 共有三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是我们将观光 经典的旅游景点 包括令人心最神迷的耶路撒冷 参观举世闻名的 耶路撒冷老城区 特别是犹太人和列国游客 都要前往的西墙 参观历史古迹大卫城 有大地的神秘苏西亚 耶稣复活之地空坟墓 耶稣取劳祷告的克西马尼园 和即将再次降临的橄榄山 我们还将漫游加利利湖 参观耶稣时代的会堂 并前往约旦河受监信礼 参观犹太人生活的基布斯 去体验死海漂浮的乐趣 还会去大卫藏身之所 迷人的影基底 第二大亮点 我们将有关爱犹太百姓的文化活动 我们会去西伯伦参观 亚伯拉罕 撒拉 以撒 雅各和利亚的先祖所葬之地 这是一场寻根溯源之旅 我们会邀请当地的犹太拉比分享 他们是如何扎手在耶和华神 给先祖应许之地的神奇故事 我们会参加万王之王事工 在耶路撒冷的周日聚会 和周六为以色列的祷告聚会 我们会与尼赛亚信徒一起庆贺 领受一个新人的祝福 除此之外 我们还将出席以色列精锐部队的纪念活动 面对面与以色列士兵互动 我们会参观在耶路撒冷 全球极富盛名的高科技公司园区 了解现代以色列的科技发展 第三大亮点是 此次行程 我们将全程住在安全舒适的犹太社区酒店 享受健康丰富的洁净佳肴 我们还会一起在传统犹太区的耶胡达 露天市场购物 感受当地犹太人真实的生活 此次的行程将安排中文导游 除此之外 我们也邀请到前以色列国防军上校 现任基瓦提军旅主席伊扎 一起来带领我们深度探索以色列之旅 名额有限 抓紧时间报名哦 在6月20日之前 报名则享受50美元优惠 现在的阴谋论只要过几个月就会被证实 一直以来都是真的 最近出来的Dirham Report更是证实了这一点 川普一直在说柯林顿联合欧巴马 外交上DOJ FBI CIA这些组织在暗中破坏选举 所有什么通俄门通污门全部都是假的 那今天可以是帮川普洗刷冤屈了 因为Dirham Report出来上面写的内容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可怕 美国的腐败跟深层政府的阴谋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 枪支是美国的传统 是美国人的权利 是美国政府不敢暴政的最主要原因 现在美国一位参议员在电视上 直接威胁最高法院的法官 废除宪法第二修正案 不然可能就会有人名起义 而且在电视上面直接说 最高法院不合法 这算是一个叛变了吧 算是一个insurrection了吧 美国人从来就没有被统治过 现在也不会 你要我们的枪的话 有胆你就来 这个星期出了一个很乖的新闻 就是川普竟然向左靠拢了 在堕胎的议题上面 他竟然攻击佛州的州长 Ron DeSantis的心跳法案 说这个样子6个星期的禁止堕胎 太极端了 我对这次川普的言论有很大的意见 所以请各位听我说一下 首先我想要感谢每个月支持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会员数量已经达到了103个 所以在我们开始之前 请你去我们的网站 loveainews.com 或直接到下面参加我们COPP的会员 直接来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这个频道是100% 由你这样的观众来支持的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进步 一起改善自己的人生 传达正确的价值观 加入了会员之后 就可以参加到我们Discord的聊天室里面 里面100%都是跟你一样志同道合的人 不只是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还有个特殊群组 在我们Discord聊天室里面 你想要homeschool你的小孩吗 homeschool的资源要从哪里找 我们请了两位母亲 就是之前上我们节目的 Sunny跟Lily两位homeschool达人 来一起帮助你跟你的孩子夺回教育权 一起翻转这个时代 请望我们按赞留言分享这个影片 当这个新闻频道的后盾 让我们一点一滴的翻转这个时代 从自己的家庭开始 建立基督的价值观在我们的社会里 我是Eda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美国的政府非常的腐败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现在Dirham Report出来之后呢 证明了我们一直在说的阴谋论 其实都是真的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 FBI 司法部 DOJ Department of Justice 还有欧巴马的政府 一开始的时候就开始调查川普总统 还有欧巴马的政府 一开始的时候就开始调查川普总统 一直从竞选一直到执政四年 到现在都还是不断地在溃势川普总统 不只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事实 还有更多更糟糕的调查报告的内容出来 就是我原本已经知道这个调查结束之后会很难看 结果没想到比我预想的还要更难看 而且我已经是个很负面的人了 根据这个Dirham Report一共有300多页 希拉蕊柯林顿的竞选团队 在选战一开始的时候就决定要刻意地抹黑川普 成为一个俄罗斯的间谍 美国的情报部收到的这个川普是俄罗斯的资讯 是希拉蕊竞选团队给的 但是美国情报部收到川普是俄罗斯间谍之前 就已经截取了俄罗斯情报部门他们内部的讨论 说希拉蕊刻意要抹黑川普 要把俄罗斯的情报部门跟川普连在一起 这个报告的第81页上面说 2016年7月底美国情报局收到了俄罗斯情报部门的 抹黑方式则是把他跟普丁还有俄罗斯做一个连结 我不知道这是一个怎么的运作方式 在我脑子里的画面就是 CIA中情局就在那边听一群俄罗斯的情报部门讨论 你们有听到吗 美国有个神经病 叫做希拉蕊克林顿 他想要抹黑川普的方式 就是把川普跟我们摆在一起 这样子我们不就在美国变成大红人吗 然后CIA在那边听这些东西 我不知道是不是CIA 只是整个报纸上面就像一个四格漫画一样 就是一个间谍 后面有另外一个间谍 在偷听另外一个间谍 然后在偷看另外一个间谍的概念 不管是哪个部门听到的 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 美国的情报部门知道 这个是对川普的抹黑 川普不是俄罗斯间谍 他们知道这一切是一个抹黑行动 然后呢 然后就发生了什么事 2016年8月3号 收到柯林顿抹黑计划之后的几天 Director Bannon CIA的执行长John Bannon 跟副总统还有总统 Joe Biden跟欧巴马 以及内阁高层官员碰面 还有联邦检察长一起视讯会议 里面还包括了FBI的执行长 地点在这个白宫的会议厅 讨论俄罗斯如何介入美国选举的情形 那根据这个Bannon 就是CIA的执行长 当下的亲笔笔记上面写得很明确 说俄罗斯介入美国选举的日期 以及柯林顿抹黑的计划 而且在这个笔记上面它写得很清楚 Allerged approval by Hillary Clinton on 26th July of a proposal from her own campaign advisor to vilify Donald Trump by staring up a scandal claiming interference by the Russian security service 就是希拉蕊7月26号直接通过了他的竞选团队经理的建议 通过指控川普跟俄罗斯安全局有瓜葛来进行抹黑 连他的笔记上面都说是抹黑了 scandal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知道 什么通俄门根本就不是什么什么门 一切全部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希拉蕊的抹黑 之外 美国所有的高层全部都知道 FBI CIA 欧巴马 Joe Biden 全部都知道 他们全部都知道 但是他们还是花了一堆钱 去监视川普的竞选团队 然后他们全部都知道 还是继续散播这些假消息 去所有的媒体 我们看到整个政府都在勾结 整个政府都在搞阴谋论 这是一个幻想出来的电影场景 那我们这些保守派要问的就是 我们怎么还有可能相信我们的政府 我今天只放出来两页而已 两页就只证明了说是 我们国家 美国是一个极度腐败的一个政府 从这个报告里面提出来的所有证据 还有我们过去这几年发生的事情 包括FBI试图侵入天主教的教会 The Catholic Memoranda The Report里面 说要在里面利用神父 然后在里面放间谍 从内部搞破坏 然后对天主教的这些普通教徒 一般就是去圣礼 去礼拜这些天主教徒 要把他们说成是恐怖分子 我们南方就有真正的恐怖分子进入到了 前几天抓到几个 41个ISIS的OK 请问没有抓到的有多少 那些放进来没关系 但是天主教里面的必须要抓起来 因为这些人支持婴儿的生命 他们反对堕胎 这些天主教徒 这些基督教徒 他们会避免他们的孩子被CRT Critical Race Theory洗脑 他们的小孩会支持一男一女的婚姻 他们会开家庭学校来确保小孩的价值观 所以说这些人就是我们政府的敌人 他们就是恐怖分子 我们怎么可以相信我们的政府 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就是 他们就是在攻击我们 他们想要摧毁我们 而且他们敢攻击的 是一个敌对的党的总统候选人 而且这个人之后还成为了总统了 居然卸任了 还是继续攻击他 这就表示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敢攻击任何人 而且他们会攻击我们所有的人 他们无事规范 无事神的律法 无事宪法 人的规定 神的规定 他们都不听 他们都不害怕 说到了无法无天 一位民主党的参议员 现在宣布要一个人民起义 OK? popular revolt 如果最高法院承认 宪法第二修正案持枪权的话 听听 听听 如果总统说 国家或总统 不能通过超级攻击 或不能通过街上 I think there's going to be a popular revolt over that policy a court that's already pretty illegitimate is going to be in full crisis mode 这个人不是个什么政治分析师 政治评论员 名嘴 或者是像我们这个样子 一个YouTube频道的一个主持 NBC上面鬼扯蛋 这是一位在位的美国联邦参议员 一个民主党的政治领导人 政治领袖 在这边说 美国的最高法院是不合法的 Illegitimate 三权分立当中的其中一个权利是不合法的 所以如果最高法院 维持美国人自我防卫的传统 还有宪法第二修正案 OK 宪法本身 就很有可能有人民起义喔 OK 现在社会蛮和平的嘛 对不对 最高法院那栋建筑物不错 对不对 现在大家都安分守己嘛 如果有个人民起义的话 会很糟糕吧 对吧 所以你们最高法院 你们应该知道该做什么了 对不对 他们说话的方式跟黑帮一样 而且他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讲话的 OK 你们不支持VLM 是吧 OK 你们不想要付一堆钱给左派那些极左派公司 对不对 你们不想要服从左派的议程 对不对 你在那边开店还不错嘛 蛮可爱的一家家庭小店 如果那边被纵火的话 会很糟糕吧 现在这位民主党的Chris Murphy在呼吁的 就是一个insurrection 就是一个叛变 在威胁我们的最高法院的法官 叛国罪 他讲的方式好像在说一个什么 预言 OK 一个因果的预测一样 但是这并不是预言 他自己讲的 最高法院不合法 最高法院不合法哦 所以我如果是个预言家的话 我大概估计会有一个人民起义哦 这个人在NBC上面这个Meet the Press的节目上面 说的任何东西都比任何在1月6号发生的事情 更严重 这个就是他们做事的方式 就是跟黑帮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我有的时候会很生气 会动怒 我这个人通常就是你要做什么随便你 基本上我是一个很随和的一个人 你要当一个no need no call 我大概就是回去跟我太太说 我今天真的是遇到了一个真正的no need no call 但是当一个软弱的保守派 一个左右摇摆的基督徒 中计了 软弱了 妥协了 接受了左派对于川普的抹黑 对于圣经的抹黑 对于基督教的抹黑 一层一层的谎言跌上去 FBI CIA 国安局总统 当他们在说 川普也怎么怎么样啊 圣经上面也怎样怎样啊 在一个自己完全不了解 完全无视的情况下在攻击我们的时候 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左派他们随时都在叛国 左派随时都在呼吁要人民起义 左派动不动就革命 而且他们就在电视上面直接讲 白宫发言人直接说 一点都不掩饰 保守派的起义方式就是一个人戴着围巾的帽子 然后站在那个就是有脚的那种帽子 然后站在Nancy Pelosi的桌子上在那边跳舞 旁边还有警察守着 看着还帮她带路 或是一个老奶奶在国会里面的走廊上面 拿着这个手机自拍 但是左派要起义的时候 就是说他们要人民起义 对针对最高法院做什么什么事情 然后清清楚楚的说 他认为最高法院是不合法的 然后他们在电视上面支持大街上面暴动 支持打杂抢 那讲到这个符合宪法这个东西 川普总统 川普总统我认为他这一步是走错路了 所以在这边以一个友谊的爱的跟呼求的方式 我会认为他不应该继续走这一条目前的方向 就是川普在堕胎议题上面把自己放在了 Ron Decentis 的左边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川普在讨论的议题就是说 Decentis 针对堕胎的心跳法案 就是6个星期之后禁止堕胎的法案 太过分了 太严苛了 他说他必须做到他该做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看Decentis做的事情 很多人不知道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 但是他签署了6个星期禁止堕胎的法案 很多人就算在支持生命的这个传题里面 也认为实在是太超过了 所以我在这边身为一个支持生命的 爱婴儿的 爱小孩的 就算再穷也要捐钱给反堕胎组织 我的电话的公司是用Cherity Mobile 一个反堕胎的一个电话公司的一个人 我在这边声明 没有支持生命的人认为6个星期禁止堕胎的这个法案太超过 我们反而认为说根本就不应该有任何的堕胎 因为一个人就是一个人 不管他长多大或是多小 而且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下 都不应该有权力谋杀人才对 所以我们对于Run Decentis的法案也有意见 就是他做的还不够 人如果想要有性行为的话 就必须要为他的行为负责 我们是觉得说6个星期禁止堕胎法案 是一个好的方向 是一个好的走向 但是谋杀这件事情 要不然就是错误的 要不然就是不是错误的 堕胎要不然就是结束了一个人类的生命 要不然就不是结束任何东西 任何人的生命 没有中间地带 没有就是可以合法谋杀的时候 我们节目针对类似的议题讲非常多 就像变性人的议题一样 变性人的议题其实比堕胎这个议题还要清楚 有些议题我们是可以讨论的 然后在不同当中找到共识 大家都开心 大家都妥协 大家都让步 大家都得到他们想要的 例如像说什么 税收 移民政策 对外政策 国际贸易 这些东西都是有可以讨论的空间的 但是生命的议题上 就是只有两种选择 我们可以谋杀婴儿 还是我们不能谋杀婴儿 如果婴儿是婴儿 然后我们不能结束人类的生命的话 那我们就不可以允许堕胎 如果女人的肚子里的婴儿不是一个生命 不是一个婴儿 不是一个人类 只是一堆细胞 一堆肉球 那堕胎就不应该有任何的限制 这就是为什么希拉蕊对于堕胎的观点 安全 合法 稀少 safe legal and rare 这个说法是多么的愚蠢 因为如果堕胎是在谋杀的话 那就不应该合法 那如果堕胎不是在谋杀的话 那就不应该稀少 因为没有任何稀少的理由 如果堕胎只是跟你在剪头发 剪指甲一样的话 只是去掉人身上多出来的钙质跟蛋白质的话 那就应该想剪掉多少头发就剪掉多少 指甲想剪多短就剪多短 不只是这个在道德层面我觉得川普错了 在政治层面我也觉得他做错了 因为他是推翻Rovie Way的主要推手 这个是所有保守派 所有基督徒 OK 很多基督徒的人不是保守派 但是这个是对他最有利的方向 很多的人认为他是 美国近代史以来最棒的总统 因为他推翻了Rovie Way 他拯救了无数的美国的婴儿 这个应该是他的立足点 这个应该是他最成功的案例 他所有的法案行政命令 拜登一上来全部推翻 只有Rovie Way到现在都还续存 美国人支持生命 共和党的基本盘也支持生命 川普怎么会把这么好的形象 推给Ron DeSantis 非常奇怪 我们来看一下 DeSantis是怎么回应的 Protecting an unborn child when there's a detectable heartbeat is something that almost probably 99% of pro-lifers support it's something that other states like Iowa under governor Tim Reynolds have enacted and I think that as a Florida resident you know he didn't give an answer about would you have signed the heartbeat bill that Florida did that had all the exceptions that people talk about the legislature put it in I signed the bill I was proud to do it he won't answer whether he would sign it or not 我在这边真的是不知道川普是怎么想的 他把他最好的政绩 最棒的成就丢给了他目前最大的对手 Ron DeSantis 他站在了Ron DeSantis的左边 现在对于DeSantis最大的攻击就是 很多建制派的人支持DeSantis 共和党那些老乌龟 Mitch McConnell 还有跟好战派 Lindsey Graham 还有那些保守派 建制派的企业 全部都支持DeSantis 我甚至会说这并不是DeSantis的错 为什么这些人会支持他 因为他不是川普 他没有那么有争议性 他又是川普初选最大的竞争对手 所以这些建制派的人会支持他 我个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如果你是川普的话 你应该知道你的支持者是最坚定的 是最无畏的 最有勇气的 在堕胎议题上面是最坚持的 所以川普就应该继续当川普 你的勇气怎么会消失了呢 你怎么会在这么重要的议题上面 站在DeSantis的左边呢 不要在生命的议题上面妥协 要怎么样获得所有教会的支持 就是支持生命 不要挖洞给自己跳 不要往左边站 当川普不见了 川普有一天走的时候 在美国所有的教科书上面写的会是 他是一个指派的法官 终结Rovey Way的总统 这个是他最大的荣耀 最成功的政绩 川普会被标明是拯救了成千上万 上亿的婴儿的总统 所以他不应该站在DeSantis的左边 他说的这些东西 没有办法取悦左派 而且会把票丢给DeSantis 我们活在一个非常邪恶的时代 我们的政府已经无法无天了 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他们没有约束 不在乎名义 而且想要屠杀异己 马克图文有一句话很有名 如果投票有任何意义的话 他们就不会让我们去投票了 现在更是这个样子 好像投票没什么意义 民主变成了一个思想 只要是他们要达到政治目的 就是不应该被民主 同婚不该民主 持枪权不该民主 堕胎不该民主 变男变女不该民主 这些是人权 剩下东西 你们是要共和党贪污 还是民主党贪污 这个你们人民随便去民主吧 OK 反正没有任何的意义 唯一维持我们人民的声音的 宪法第二修正案持枪权 他们甚至威胁我们的最高法院 说我们最高法院不合法 我们现在还有枪支 他们都敢这么做了 你认为 有一天我们没有枪的时候 他们会怎么样 很多人会觉得很无奈 很多人会觉得说 不知道该怎么做 甚至有很多人认为说 只要川普回来 一切就会变好了 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今天我们也看到了 川普也有软弱的时候 川普也有左右不定的时候 我们只能把自己的价值观 放在一个不变的东西上面 就是我们的圣经上面 我们的频道点阅率 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其实是非常肤浅的 我们不想要做任何的事情 但是我们期待一个英雄 来翻转我们的一切 我们对于家庭教育也不感兴趣 对于小孩在学校被洗脑 不感兴趣 对于小孩变不变性 不感兴趣 甚至德州枪击案 都兴趣缺缺 在我们川普的影片上面 有一个很经留言 他说 为什么一定要选川普 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爱美国的 真正爱美为美国人民奋斗的勇士 只有他才能把美国从沼泽里面 拉出来那位英雄 这个绝对不是我在说的东西 绝对不是AI news在传达的 我们在传达的是 川普很棒 川普很有勇气 那个是他 跟你还有你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就算当了总统 就算结束了乌克兰战争 俄罗斯战争 美国经济变得好棒 如果你不改变 如果你不坚强 如果你不负责的话 你的小孩还是会变左派 你的小孩还是会变性 美国还是每一年会有好多的 BLM的打砸墙 而且你的孩子会在里面 为什么我们花这么多时间 就算看的人很少 就算大家不爱看 还是要一直做家庭教育的东西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政府已经无法无天了 而我们唯一能拯救我们自己的方式 就是自己坚强起来 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你的家庭如果有一天破碎的话 没有人会怪川普没有做到 当总统该做的事情 或者是怪美国 怪欧巴马 怪希拉蕊 没有做到他们该做的事情 他们会怪你 没有做到你当父母该做的事情 神审判我们的时候 也会用相同的标准来审判我们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